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人港台的节目 今集继续我见啦 还有一个特别来宾 一位对台湾认识得比我更早 多了一年 怎知道一年了 你来台湾时我都不知道台湾在哪 这位是高中同学 香港人说是方科同学 可惜他当时我还没来过台湾 还愚蠢蠢 但他当时已经来台湾了 所以经常在我面前讲台湾的东西 令我有点初步有点向往 今天我找你聊天 好 简单说几句 然后我来台湾读书之后 就和他失散了 后期就是拜却Facebook之福 就找回他了 现在联络回来 其实几年前一直都要找他访问 在这些时间上 现在终于会面 终于会面 说回一些故事 已经这么多年了 好的 他都在台湾住了几十年 知识中心 都三十年了 其实初初 1988 我第一次来台湾 他已经在发展 但是他之前 应该是最早 你最早是来台湾 是旅行的 还是 其实最早期来台湾 都不是旅行 是 做什么 因为我香港的教会 我挺好徒弟 是 教会那时候 要开展 新加坡 台湾 澳门 甚至加拿大的秀 嗯 那 刚刚我有一些朋友 过来台湾 那我就跟过去看看 那顺便帮帮忙 哦 那就过来 那变成了 来来会会 那过来 从台北去到 当然很精彩的 我和几个朋友 教会的朋友 我们从 来到台北 去到中壹 踩单车 到高雄 哇 中壹踩单车到高雄 对对对 这是一个创举 对对对 很精彩的 好玩的 如果真的没有睡 真的睡在田间 在溪水 旁边的溪 就是露宿 露天 就睡 踩到那里 荒山野嶺 因为那时候 在省道也不是很方便的 嗯 正常都是攀山 踩单车径 上山又下山 上山又下山 有时 走到没有地方住 夜的累 就拿个睡袋 在草地睡觉 那时候你也很年轻 很年轻 19岁 最早期 19岁就爱玩 很精彩的 嗯 有时跟他谈谈谈 后期又和一位老同学 去大陆玩一下 旅行 第一次自己去玩 就黏着他 因为他懂国语 哈哈哈 他经常来台湾 那时候 我经常去大陆 那时候 就跟着他 有些相片都可以珍贵 有些相片都可以分享 连我都没有 既街灯竟然保存得很好 嚇我一跳 是的 什么时候拍的 那说起了 88年开始来工作 是的 教会之余 还有工作 是啊 是啊 早期刚刚来的时候 还没有拿身份证 嗯 没有拿身份证 那时候拿身份证 不是要当兵的吗 是要当兵的 但是我是高中毕业的 是 就不用够 不是 要 28岁 嗯 我一定居 每一年 马上兵役问题出现 嗯 马上就要去兵役科 就会过去抽签 是的 那时候 十一丑 里面有一丑空军 是 被我抽了 哦 少爷兵 是台湾 你又是空军 我本来是空军 厉害 就是 大家都很羡慕 但是 因为其实我高中毕业 我就不需要等到三十多岁 嗯 我28岁就可以 转做国民兵 嗯 我查完资料 但是现在当然 不合理 现在已经勾了资料 那时候28岁 就说报告长官 那长官说 什么事 我超厉 副官查查 哦 超厉 国民兵 五日 士林宴兵队 玩了五日 是啊 刚才也没有介绍你什么名字 哈哈哈 这个主持人 什么 阿华哥 是是是 你跟阿汤都可以的 哈哈 哦 哦 那之后是 接着我身份证 那 早期 早期 就先认识台湾 是 就不是 你不知道做什么 怎么怎么怎么的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读书的 是 你是最差 自己真的读 乔大先生班不告诉我 如果我知道 可能我就回去考过来 一起读 一起读 那时候 有些乔新来读书 星期六日 就会去駕駛的士 赚外快的 这么个人 就去考虑的士牌 那又去駕駛的士 因为你未熟悉各方面的环境 所以駕駛的士最简单 但是駕駛的士之前 我跑去一间公司 做那个 装饮水机的 是 就是做司机 那你就熟了嘛 你不熟了 怎么做 怎么駕駛的士 以前要求很高 当然 现在又有高 是 做了几个月 就去駕駛的士 嗯 那说回那时候 因为你八百年开始来 我说八百年来旅行而已 一年之后 我终于做第二年来考试 但是那时候 我不记得 我们也断断续续的 一些联络 因为那时候 是靠电话的嘛 是啊 那时候 很厉害的就是 有个BB call 哈哈 那个大水壶都没有游 那时候 都一直是大水壶 是啊 所以一转眼 那么久了 后期 我不记得我在桥大读书那时候 他还有一次 还跑上来找我 是实惊无神的 因为学校找不到我的嘛 因为后来知道 你来了读桥界先修班 其实 你没收到疯了 我记得那时候 好像已经找不到你了 但是 我也不知道 谁说我听 谁收疯了 那时候 统统学都尾了 哦 大家也有联络的 其实 后来收到疯了 说你来读台大先修班 当然高兴讨不得了 当然是过去找你 哈哈 又没有电话 是啊 你又没有BB call 我那时候也没有BB call 刚刚过来那时候 找不到的 那我去桥大先修班 就找你了 我记得有一天 好像这四月六天 在学校读书 刚刚那次没出街 在学校读书 突然间有 有两个人 突然间找我 什么 嘩 下一条 下一条 我记得和你去临口吃东西 嗯 之后我联络班 然后我去了他几次教会 去玩一下 打地铺 对吧 打客厅 免费饭店 哈哈哈 黏着你去威嚇一下 不是的 教会也很欢迎的 你没有地方住 你不介意打地铺 随少过去 那时候你教会去哪里 我都不记得 私大路 私大路 其实早期是在景美 后来我就和他们搬了出去私大路 嗯 因为你本身 教会是做学生工作 那你景美是不方便的 私大路去旁边有私大 前面有台大 有台大 也是方便 这叫淘寅姐妹来聚会 哦 就搬了出去私大路 你去那次一定是私大路的 私大路 私大路 即是那一期去了几次 嗯 后来你就忙 我又忙 后来读书 又要去 也有些时间去玩一下 不过后来其实我调了去高雄 嗯 调了去高雄那里帮忙 即是你教会还是工作 嗯 其实是这样的 我后来就入了加某个公司 是 后来就表现不错 调了去业务部 那他在高雄 要成合分公司 那他就找我去代表公司 成合分公司 是 刚刚高雄那边人手入不足 交会 那就去做工 哦 即是某个公司那边 所以那段时间 应该就和你 就加我又准备考大学了 对对对对 刚刚那段时间就断了 那又去了大学之后 就一定失踪了 对对对对对 当时的年代 没错 当然是这样的 直至到几年前 Facebook之后 是 我遇到的就是真的很搞笑 有一天 我看电视 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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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口音 这么个人 很厉害 很厉害 这位哥哥 在台湾 找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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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就是上了电台 在那边说 诶 好吗 为什么这么好面 但是认不出 我真的说面不出 还有我又要了艺名 你叫杰拉丹 霍之明和杰拉丹 扯不上关系 你又胖了 是 老了 又撞了 高大了 威威慢了 真的认不出 但是很熟口味 好像不知道有什么感觉 后来就没有理 后来在Facebook找回你 原来就是杰拉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就联络了 一说 原来他比我更久 在这里 那一年也是 到小年 我中间离开了 台湾也有十几年 你有吗 有 是的 读完书我回到香港工作 大概的理解我都知道 我是回到香港工作了十几年 再回来的 我07年再回来 现在回来是14年 所以计读书的时候 我住了20年 你多很多 我多的 我30年 我20年而已 你20年多了10年 10年了 所以他的十年经 应该也有很多话说的 今集讲不完 今集最主要讲一些 罪咎的东西 下集讲一下你找东西 或者是创业的 大老板来的 没有的 那就要谈谈 下集再谈 拜拜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频道的节目 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哦 谢谢大家